今天我們先來解析一下 過去我們有很多的股市小白 一起來跟我們的節目成長 那當然我們有講到很多術語 大家會很好奇的是 到底這些專有名詞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來就把人這個名詞來探究一下 觀眾朋友你可能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自然人 就是所謂生而為人嘛 對都是血肉之取 但法人是什麼意思 我們常常講的這個法人 三大法人其實指的是公司啊 或者是營利團體 那以法律的名詞來說是 你有一個權利的團體 所以法人並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團體的代稱 那有權利跟能力 是一個社會組織 那我們在這裡面可以看到 過去我們都在講三大法人 那三大其實就是 外資投信跟自營商 那據於外資的部分 大家就字面的意義來看 其實相當的簡單 因為就是台灣以外的資金 或者是外國機構的投資者 就是被稱為外資 那麼投信呢 這個部分其實維泰哥很有研究 因為過去他就在這裡上班 投信是什麼呢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呢社會大眾口中的基金公司 那他們做什麼工作 他們募集投資人的錢 幫大家代為操作 然後進而獲利 那另外有時候 我們也會聽到自營商的部分 其實透過政府認可的證券公司 用自己的錢跟證交所 做直接的買賣 首先問一下維泰哥 為什麼大家每次在講三大法人 有時候我們在關注籌碼面 或許這個數字 沒有辦法看技術現行 但是就會看三大法人的動向 來跟著買賣 好 講到三大法人 就像剛剛你所介紹的 外資投信自營商 那其實在可能在10年以前吧 因為其實我們內資 還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當時其實大家都是看外資 外資大幅度的一個賣超 那麼行情就會往下跌 外資開始回頭買進的時候 行情就會開始走多頭格局 好 可是在最近這三五年 我發現其實內資已經開始抬頭了 也就是說內資其實它的影響力 慢慢慢慢開始的一個增加 甚至從原本的這種投信法人 開始蔓延到什麼 今年最明顯的 散戶投資朋友 在今年也是非常非常具影響力 所以像這一波 我們像前一波的這個航運股 事實上根據我的了解 有非常多的法人是被軋空手的 反而是散戶的團結力量大 沒有錯 所以其實在三大法人的一個部分 其實就我目前我個人的這個操作的一個經驗來講 我個人其實會比較喜歡參考投信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三大法人 它不同的法人不同的操作屬性 以外資來講它比較適合做這種所謂的一個 套利性的操作 包括像現貨 期貨或者是不同的個股之間的配對交易 那這種操作模式 其實我認為不是一般投資朋友可以做的 那跟一般投資的目標 目的比較相信是投信法人 所以我才特別在這一集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投信法人 它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手法 然後它的選股的一個方式 趁著這個節目當中來跟大家去做分享 是 那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到投信嘛 那又講到所謂的祭底作帳 所以大家會有一些觀念 我們先來帶大家看一下投信 其實講投信 剛剛我們講都基金背後的操盤者 那基金公司透過了募集資金 獲取大家一般人的錢 然後來操作進行交易 那麼基金人 基因理人 在什麼時候呢 我們可以關注一下 在每一季 每半年 或是每年底 都會受到公司的評比績效 來決定分紅的獎金 所以當然他們手上有一些個股 也希望可以借機拉抬來增加績效 那麼其實最近我們看到這個8月底呢 就有一些名單出爐了 那當然呢 盤面上很多關注的焦點 比如說聯電 聯電呢 我們在9月3號呢 今天的盤中創下了68塊的新高 就是21年來的新高價 那其實在8月底的時候 你可以關注到 包含了聯電 永豐金 中信金 國泰金 偽創 何庫 玉山金 華南金等等 台積電 景碩 祥碩 何碩 南電等等 都有祭底作帳的行情 投信連買的天數高達了10到19天 大家可以關注這個數字 的確是一直在買 那彥均你其實過去看到這個投信的動向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參考的指標 你會跟著買 或者是說覺得這個訊號 會給你什麼樣的訊息 是的 那我們在投資股票的時候 有時候會跟單嘛 那為什麼跟單可以賺到錢呢 那我用一些 經濟上的一些專有名詞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有個經濟的專有名詞呢 是資訊不對稱 它是指說呢 買賣交易的雙方擁有的資訊 是不一樣的 像投信呢 它要養很多的研究員 每一天都會花很多時間 去聽法說會寫報告 所以投信擁有的資訊比較多 自然人就是散戶 那我們一般人呢 平常要上班 沒有時間去做研究 所以擁有的資訊比較少 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 其實自然人呢 就好像是小蝦米一樣 它比較容易被市場載割 比較容易賠錢 所以怎麼辦呢 就可以利用這個跟單的方式 那經濟術語呢 叫做搭便車 搭便車指的是 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 就坐享他人之利 所以呢 因為投信他有很多的研究員 他做了研究 所以呢 他如果一旦拿自己的錢 去買進股票 一定是看好一家公司嘛 所以我們散戶呢 就可以少做一些研究 看到投信買什麼 我們就跟著去買 那其實這樣子 就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報酬率 所以我們要觀察投信 他的操作方式 他的買賣的一些時點 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所以其實要觀察投信 我們要感謝就是 維泰哥過去 對於台灣社會大眾的付出 維泰哥你過去在投信 公債設計 你看哪些指標 你幫大家來做操作 首先我想投信的這個操作的標的 我們稱之為投信的認陽股 其實剛剛彥均已經講非常清楚 就是說投信 他其實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標的 然後要拉抬他們這個 手上基金的一些這個報酬率 那投信認陽股的特徵 我們先跟大家來做分享 第一個就是 他的率是屬於股本小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說我今天要操縱 這一台車 他一定要我能夠操縱 他不能夠太大 所以他股本一定要稍微小一點點 所以講到股本小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因為剛剛我們這個名單上面 大家其實可以觀察 他的數字都不會太大 他其實不會太貴 你看聯電 雖然他也是60多塊 但是你看永豐金 中信金 玉山金 這些好像都是小資族 或者是大家在操作上 還可以接受的合理價位 對 這股本小他的籌碼 也相對比較輕一點點 比較好操控 他會天挑這個股本小的個股 然後他的操作的一個手法 通常都是只買不賣 他竟然叫任養 就是我今天就任養他了 就是像剛剛 志玲剛剛那張表格裡面 可以發現到 有些公司投信是連續買潮 而且連續買潮 不是三天五天而已 有些是超過十天 你想想看一檔個股 被一家投信或是一群投信 連續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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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你覺得他的股票不會漲嗎 可是連續買到底是什麼概念 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可以連買十天 如果這中間漲跌都不管 閉著眼睛買嗎 好 這是跟這個研究部 或者研究員 他們的心態有關係 因為在研究員的一個邏輯裡面 每一家公司 他會有他的EPS 也就是他今年預估的獲利 而在基本面的研究範疇裡面 最主要的這個中心思想就是 獲利越好的公司 他的股價應該要越高 所以如果說他今天獲利 有出現成長 理論上他的股價就是應該要成長 而且要成長到某一個位階 某一個價位 所以當這個價位 目標價還沒有到的時候 基本上投信他的超市 就是一直買一直買 買到這個股價 接近到他的目標價的時候 他才會出現鎖手 這也是為什麼 剛剛自定所問到的 為什麼這些個股 投信會連續買超 就是因為他認為 他的目標價還沒到 但是也不是說 每一個投信目標價都一樣 像同一家公司 他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投信 去給他去做一個平等跟評價 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 這家公司的目標價已經到了 可是因為其他家的投信 你的目標價沒到 所以其他家的這個投信 就會持續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是 所以大家買的其實蠻用力的 那另外我覺得 尤其是股價強勢 因為聯電創21年來新高 我覺得這個也蠻有趣的 是不是越強勢的 你們越會買進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投信的操作 跟一般投資人 閃物朋友的操作 其實是有一點點背道而馳的 閃物通常都是不願意做追高 可是投信不是 投信是越強他越要買 越強他越要追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看這個 我們稱之為這種績效 或者叫做排名 那麼排名越前面的 基本上他們未來對基金公司的一個 所謂的交代也就越足夠 所以其實他們會願意去追逐這個強勢股 那反過來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有檔個股 假設這個投信一直買 買了半天 股價漲不上去 那股價就沒有什麼為了 強勢跟弱勢的表現 那麼像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個股 我覺得投資朋友 我們站在資金的使用效率上 我們就不會去把這檔個股 列為投信任養股 所以我這邊特別在跟大家講 投信任養股的三個特徵 我個人認為基本上這三個特徵 它都必須要存在 它都必須要符合 如果你只有看到股本小 或者你只有看到投信只買不賣 但是股價都沒有動 我覺得它或許它有心要認 可是它沒有力量把它拉起來 好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在回來看到我這邊一下 你就會發現說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投信任養 從這個8月31號的名單當中 看到很多金融股的名字在上面 彥均為什麼金融股 會特別受到投信的追捧呢 難道是真的是越追越強 還是他們本身獲利 你就是基本上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我們看到金融股 金融股最近美國有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美國的聯準會可能要縮表 目前是年底要縮表 縮表的意思呢 就是要減少購債的規模 意思就是說美國的貨幣供給 美國的資金要減少了 要變少了 因為之前有疫情 所以美國就撒幣印很多鈔票 對 去維持經濟成長 但是現在呢 因為疫苗有效嘛 經濟開始復甦了 所以美國要把這些印的鈔票 要慢慢的收回來 那如果美國把資金收回來的話呢 美國的利率就有可能上漲 雖然美國目前的政策是縮表 但是不升息 那美國如果沒有升息的話 就是目前沒有升息嘛 所以短期的利率不會動 但是資金變少 所以美國長天期公債的殖利率會上升 好 短期利率不動 長期利率是上升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對金融業是有利的 那我們來看銀行 其實銀行呢 它有一部分的資金呢 是在海外嘛 在海外有分行 像中信金啊 兆豐金啊 第一金這一些 在海外都有分行 那如果海外的利差擴大了 那其實呢 這些銀行業的獲利就有可能增加 那舉個例子來說 好 因為現在美國利率很低嘛 對 美國利率很低 其實它的房地產是非常的熱的 很多的華人呢 他買房子不是自住 都是用來投資嘛 所以現在在美國的很多華人呢 經常去買房子 華人在美國的信用資料比較少 所以他跟台資銀行借錢的時候 銀行會跟他收取比較高的利率 所以這樣銀行的獲利是比較高的 所以某一些台資銀行呢 如果在海外 甚至是在這個美國 他的資產是比較多的 這樣子呢 這一些銀行股就會因此獲利 這個是銀行業的部分 那另外壽險業呢 由於台灣的利率比較低啊 所以過去的壽險業 大概有六成的資金是在海外 那通常是買美國的債券 那如果美國利率上升 壽險業他新收到的保費收入 他去投資的報酬率就會上升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投信啊 或者是外資 他的這個買超的這個產業呢 以金融股為主嘛 那最近的金融股也是非常的強勢 如果不考慮現金鼓勵的話 這一週的金融指數是創新高的 那如果把現金鼓勵的 把它還原回去的話 那個指數上漲的幅度是更高的 主要就是因為說我們的美國聯準會呢 他要說表了利率要上升了 對銀行業跟壽險業都是有利的 那對於證券業呢 可能資金變少 那不利股價上漲 那台股目前呢 他的成交量也是萎縮的 所以靠手續費收入的這個證券經濟商 他的獲利可能會下滑 所以就金融業來說 我會認為說銀行業跟壽險業 他未來的表現會比較好 好 剛剛講到銀行業跟壽險業 那我想要請這個研究部門的韋泰哥 我們來看一下你手中的名單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8月份 到底有沒有投信買了這些 所謂剛剛講的銀行跟壽險業 還是說 有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個是8月份 投信就是買鈔的一些個股 你是用20日買鈔 20日 因為其實看20跟看30 我覺得差不了多少 如果他真的要買的這些個股 他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好 我們看到買鈔第一名是聯電 我想從今天盤中的股價 已經告訴大家的答案 對 非常強勢 非常強勢 然後新唐 4919的新唐 那他是做MCU相關的個股 他是IC設計的一個公司 這波拉回其實他也連季線都沒有跌破 就再往上做走高 那至於其他像中鋼 新權 仁寶 這些都是看起來是排名第3D是第5名 比較多的是什麼 國泰金 趙鋒金 永鋒金 然後隔壁這一欄是什麼 中信金 第一金 還有富邦金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呼應剛剛這個彥均所說的 就是現階段在未來預期 有可能會縮表或者是升息的情況之下 這個金融股未來可能會有一波的漲勢 所以投信這邊先做一個所謂買進的一個動作 但是買進這些金融股是不是一定會去做拉抬 我個人覺得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金融股它其實不符合我們剛剛所說的 在這三個條件裡面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股本小這件事情 因為金融股其實很多的公司 它的股本都是超過1000億 超過1000億的一個公司 然後你要去拉抬它的股價 我個人覺得難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在這張表格裡面 我會建議大家特別去觀察一些就是中小型股 例如說像新唐 我們來看一下新唐它的走勢圖好了 好 來 新唐的走勢圖 就如果我印象沒有錯吧 新唐它的股本其實沒有超過50億 算是標標準準的中型股 中小型股 可是你看到在這張表格裡面 最下面這一個欄位 這叫做投信的買賣潮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它從7月份開始 股價開始漲 然後很巧的是在7月份開始 投信的買超開始進行增加 而且從7月份一直到8月底到9月初 其實它的投信的買超是持續進行當中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第二個條件 它除了這個股本小之外 它基本上是只進不出 只買不賣 好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股價必須要維持強勢 對不對 你看一下它在這一波的拉回 剛剛很巧 它基本上記得回到什麼 越均線 連季線都沒有摸到 然後在股價在最近這一個禮拜 又創下波段性的新高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個股 或它的股價走勢 就非常非常貼近我們所謂的投信的認養跟做賬股 那除了新唐之外還有另外一檔 剛剛表格裡面還有另外一檔叫做新權 也是一樣 它的股價大概是在7月初 接近7月中的時候起漲 那同時在那個時間點好巧 投信也是在時間點開始出現大幅度的買超 而且幾乎是一直買一直買 偶爾見到一兩天是出現小幅度的賣超 不過後來馬上又把之前賣出去的張數 又全部都補了回來 那麼股價表現上它也是回到月均線 也沒有點到季線 然後在股價最近又創下波段性新高 所以像這種都是符合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它股本小 然後投信是只進不出 只買不賣 而且股價維持相對強勢 表示這個投信對這檔公司的股價 有所謂的控制力 那這種公司就很有可能會成為 每一季的季底投信的作賬股 其實你可以觀察到這個投信持股 觀眾朋友你在這個技術現行的時候 可以特別去選定 然後看它籌碼分配跟買進的日期 還有數量 張數跟金額等等 所以剛剛其實講的 我們有講到一些電子的部分 我要回到彥均 其實彥均我們剛剛看 除了金融之外 最近聯電真的很強勢 你怎麼看聯電在投信買賣的動作 好 那我來分析一下聯電好了 聯電我們可以從基本面 技術面 跟籌碼面來分析 基本面來看 大家估計聯電今年的EPS 可能會到四塊錢 如果是四塊錢的話 因為聯電它的製程主要是成熟製程 它不像台積電需要花很多的錢 進行資本支出去持續做研發 聯電它的設備是比較老舊的 它的折舊也提的差不多了 所以它賺多少錢它可以盡量大部分去分配給股東 它的盈餘分配率是比台積電來的高的 那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如果EPS是四塊錢 那大家去試想一下現金股利會分配多少錢 那如果分配的是三塊錢 那以股價60塊來算的話 值利率就是5% 跟台股的其他的同業來比 其實是稍微高了一些 那如果今年的EPS是比四塊高 或者是現金股利它多於三塊 比三塊多的話 那其實股價就有上漲的空間 所以大家應該去估計說 今年的EPS是多少錢 然後今年大概會發多少現金股利 去估計一下 那聯電的基本面是不錯的 那另外聯電有進行擴產 它擴產很特別 它是跟客戶簽訂的長期協議 因為現在金元代工的景氣很好 產能很多 但是大家是擔心說 那如果擴產以後 未來景氣反轉怎麼辦 會不會有產能但是賣不出去 對它有單 它現在就是訂單滿手 可是問題是如果之後 對有一些風險要怎麼評估 所以聯電它直接跟客戶簽了長期協議 它這個工廠是由客戶出錢來建造 那既然是客戶出錢 什麼聯勇 聯發科等等 所以之後聯電它的這個產能 就是由它出錢的客戶來認養 他花的錢蓋了這個新的廠方 之外的產能不怕賣不出去 一定賣得出去 因為就是由它的客戶出錢的 所以這樣的話大家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聯電之後的營收 原則上營收就是無餘的 那已經就是都確定了 所以就只要確認說 它獲利有多少錢 然後它的現金股利有多少錢 大概用5%的殖利率去換算 就可以推出來合理的股價 大概是多少 所以大家很多人會想說 現在已經漲這麼多 還可不可以買 大概用這個方式去推算 那另外技術面呢 聯電的股價不但站穩所有的均線 今天是創新高的 對 超過68塊了 對 從這個籌碼面來看呢 三大法人剛才提到的 外資投信 自營商全部都是買超 而且一直到昨天都還持續在買 都還沒有調節 都還沒有開始賣出 而且聯電它的融資呢 它是相對位於低檔的 籌碼是比較乾淨 比較穩定的 所以如果從基本面技術面 跟籌碼面來看的話 就是聯電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